大谷香瓶 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天使日记好手大谷香瓶 连续三天开轰 开季连两场脚出好头 超狂二刀流伸手震撼各大美国媒体 许多美媒纷纷给予绝佳好评 曾撰文指出大谷只有高中生打击程度的 美国雅虎体育记者帕森 Jeff Pausson 他今天特地撰文致歉 亲爱的香瓶 我对你的看法完全大错特错 大谷香瓶在春迅打击不佳 出在十一场三十二打数 只有四只安打打击率仅零 125 帕森开季前曾收集都为求探队大谷打击的评价 大部分都认为大谷的打击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更指出打击平衡感有瑕疵 需在小联盟至少累积500打息调整才行 其中有一名球探更直言大谷只有高中打者的水准 大谷香瓶开季表现打脸各家开摔他的媒体 大联盟生涯首打西就敲出安打 出登板角出优值先发 并用多生涯首胜 更连续三场开轰 今天更早出奇局力标12k 锦埃亦安无时分的惊人表现 也顺利拿下本季二胜 枪头好打并肥浪得虚名 帕森今天也特地撰文向大谷道歉 直接下标 亲爱的祥平 我对你的看法完全大错特错 帕森认为看走眼是这份工作最令人难过的事情 球探和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判断 不过大谷的表现真的令人折服 并在短时间 做出调整甚至有球探告诉他 目前还没有球队知道如何去对付大谷